2019年11月7號 今天在食灑溢肥 今天用了兩種溢肥 一種叫豪根本 是市面買的一些溢肥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幫助開根 然後 可以含有甲跟蛋 大家有甲跟蛋 那另外同時間 我也有加了我自己的自製溢肥 自製溢肥 兩種溢肥去把它加下去查 那比例的話自製溢肥我是用 100比1 那剛剛講的市售的 我根本這個溢肥呢 用的比例是 250比1 那同時把它撕灑 讓這個香蕎藍本身 因為有 比斯邁一陣子大概 十來天沒有 沒有 十殺易肥 所以這次 你把它稍微調整 調整了一下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是11月7號 種的超過一年 超過一年 一年初 那其實成長的狀況 是還滿滿意的 還不錯 那只是說 如果 要開花 結果 明年的話 應該是有點困難 還是有困難 可能要等到後年了 那不過我們可以觀察看 因為有一些蜘蛛 確實它的成長狀況 是還滿健康的 它的禁定是滿粗的 滿大的 像對面這一些 它就長得還不錯 那我們定期的 我除了做易肥的施殺之外呢 我在底下也會用 長效肥 長效肥的 的施殺方式 讓它定期的供肥 給 親家人 你可以看到這個 鏡 這個根啊 這個氣身根 目前有一些 變黃了 這問題可能要再去查一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 有可能是因為 肥山嗎 或者是水分管理不淡呢 我覺得肥山的機率 可能比較高一點 肥山的機率 如果肥山太高 肥山的話 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肥的用量 那因為我們 每個環境的施作方式 每個地方的施作方式 跟環境的 因素都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 我們都要學做一些調整 所以像現在才種了 大概 剛滿一年而已 剛滿一年 所以 整個 整年度的天氣變化 跟 其實更麻煩的是 未來的天氣 在農業的挑戰是更大 因為它變化更大 所以 本來的預算是 預計是說 施作一年之後 大概有個底子 一個模式就成型了 哪個時間點 它的成長狀況 還有我們使用的肥分 使用的水 使用的肥 該怎麼做調整 這大概有一個基準在 那 後續當然 我們還是需要依據 這個 香甲蘭 這個蜘蛛 它本身的一個 成長狀況 做一些調整 這樣才能讓 儘量讓 它的一個狀況 表示在比較好的 一個情況 不會造成 蜘蛛的受傷 然後 另外這邊再提一下 就是我們的 這個 網式 黑網式 它的 旁邊的柱子 旁邊的柱子 立柱的部分 那時候是用 3米的 3米的 那埋到地下 大概60公分左右 60公分 那埋下去之後 呃 在 從地面到上面 到 頂部的 距離 大概是2.4米 2.4米 那2.4米 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柱子大概是 1米8左右 1米8高 那所以 上面的空間不是很大 上面的空間不是很大 有一些 Malina它的金 灑上去之後呢 就會頂到上面去 那一組最明顯 已經頂得歪了 那我們這時候 就必須把它調整下來 所以我 這樣子做下來的結果 我發現 這個高度 的 黑網式 的網式 其實不太合適 必須要調高 我覺得至少 好 喔 上面燒焦了 看到嗎 上面已經燒焦了 太靠近拍了 黑網 拍上面了嗎 葉子有點焦爛 很麻煩 要把它調下來 待會再來調 好 那我們 剛剛講到這個 黑網式2米4 上面2米4 其實這個高度是不夠的 我在嘗 至少要留3米4 3米4 3米4 可能會比較合適 當然你能做越高是越好 因為在整個內部的通風 考量上 會更好 可是呢 因為越高 它的風險就越大 凱風來可能會容易被收走 再來一次呢 成本相對的更高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去考量 如果下一次我要再 在試做的時候 我想我會考量 再用4米的桿子 用4米的桿子 然後埋下去 大概就是 也是60公分到80公分 那上面就有3米2左右 還有 空間的高度 那這高度其實是足夠的 在裡面也都種了一些 像九層塔 這是自己長的番茄 自己長的番茄 那 還有一些雷公草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雷公草 雷公草是一個不錯的 它的俗名又叫韓可草 是一不錯的中藥 在我們在台灣 在中國 在台灣吧 中國不曉得 在台灣 吃一些中藥進補的 還實在不錯的選項 給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園區的成長方法 好 以上 謝謝 我們是這個 謝謝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